今天来给大家讲一个 为什么用++I不用I++的道理 二十多年前有个新晋同事 他有一天忍不住在办公室大声问 嘿 到底是谁写的复回圈 把I++全部写成++I 看得很不顺眼啊 然后所有同事都转头看着我 一口同声质问我 对哦小哈 你干嘛总是用++I 是在耍帅哦 好吧 今天我就不再假鬼假拐 好好解释一下 为什么老师用++I而不用I++ 首先花个30秒解释一下 I++和++I是什么东西 如果今天定义I等于1 然后再写一行 A等于I++ 那执行完的结果 I会变成2 但A会是1 因为I++是把自己加1 但是会回传加1前的自己 加加I就不太一样 如果A等于加加I 那I同样会变成2 但回传给A的值是变化后的I 也就是A也会是2 那如果我把这个逻辑写成函式 你看看会是怎样 我们换个顺序 先写++I来实作加加I 参数是I 那我们先把I等于I加1 因为加加I是回传变化后的I 所以我们只要把I直接传出去就好了 很简单明了 这就是加加I 接着写I++来实作I++ 由于I++是回传变化前的I 所以在把I加1之前 我们需要先宣告一个变数N 来储存变化前的I 然后再把I加上E 最后回传出去的是N 也就是变化前的I 你看看 I++是不是感觉效率就低了一点啊 使用点识